你在這裡賣多少年了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啊 這樣不是比我還要大 冰城炒果條爭霸賽拿第二名 哇 去找第一名 沒有啦 各位我終於來到了 信陽橋 來尋根 好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潮人居 35 at Jetty 它其實就在那個信氏橋的對面 進去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哇很有feel的一個地方 感覺真的就像一個 Jetty 但是它不是Jetty Jetty 因為Jetty是在對面 所以它這裡應該不是Jetty Jetty 感覺就是有很多那些 商店還是cafe這樣 進去看一下 如來神掌 哇 李小龍 我贏學生 哇這也是我 不是我的年代啦 但是 哇 耶 滴感滴感 哇 恭喜發財 哇 Interesting 哇 很多那些救救的東西 哇 哇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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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人居是嗎 嗯 是已經開了多久了 這條街 我已經開了一陣子了 喔 這樣我 咕嚕寡溫了 哈哈 已經開了一陣子了 OK 所以這裡整條街為什麼叫朝人居咧 因為它 應該 因為它是寫35 at Jetty 這裡是 都不是Jetty 為什麼它叫Jetty 因為對面就是Jetty 然後這邊 它的門號是315 所以就叫Jetty 35 這樣比較容易忍 因為我知道對面是新市橋 對 然後這裡原本是什麼 是那種Warehouse嗎 對 那種Warehouse Gudang這樣的東西 啊 怪不得 我剛才就是在走進來之前 我就看這裡 感覺就很像那個Go Down OK 好 謝謝你 哇 Animal 這個是那個 以前那個 動物的 動物器 Outdoor Living 哈囉 你好 哇 哇 樓下跟這裡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裡真的突然間變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這裡完全就是賣 我最喜歡的Outdoor Living 的東西 然後樓下就是賣Antic的東西 哇 做菜做菜 欸 這個在Sarawak我們有用 這個是誰用的啊 這個是協聽工用的 所以你們樓上樓下都是同一個店主還是不一樣 所以你們樓上樓下都是同一個店主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店主 不一樣店主的啊 對 我是同一個店主 但是樓上我是跟另外一個朋友樓下我是跟另外一個朋友一起做 對對對 為什麼你會想要開一間這樣的店 喜歡露營啊收舊的東西 我很喜歡露營 因為我本身是搞膠捲攝影 哦 膠捲攝影 對 我賣的都是膠捲機來的 對 全部都還可以用啊 對對對 ok 所以你也是有去玩逃跑 有去 camping 對 這樣槟城這裡有哪裡可以去 camping 欸 滿幾個地方啊 就是聖基山 如果你怕熱的話 就幾個私人營地 八八哪都有 對 或者是你可以去德羅巴亨那邊 都會有一些私人營地可以玩 如果是講在布勞賓 就是這個 冰島 因為我們也知道有那個衛神 所以讲冰岛 你讲如果我们一来 只可以去一个地方camp 你会介绍哪里 Based on 现在天气 你去神奇山吧 Based on 天气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不要管天气 总之就是一个地方 你会介绍的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camping 有一个地方叫巴班的不错 巴班啊 所以去online找 所以你找一个巴班的营地 不错的 为什么你觉得那边很好 方便 其实方便 一般是很少会在槟城 我们一般都是外坡 因为你就是住在这里 对 住在外坡的一些营地 就想要往外跑 一样啦 我们也不喜欢在新加坡camping 因为新加坡没有什么地方可以camp 你在这里开了多久 这边楼上差不多一年多吧 其实我们待在这边已经四年 四年 就是从你的名称是第一代 没有啦 算第二代 还有第一代在这边以前 这边以前不会那么多人 近期可能比较多人知道这个地方 对 那会比较underground一点 以前这边 可以 希望可以帮你推广出去 可以 怎么称呼你 Isaac 这边 Isaac Ben 所以你看这条街这样一走进来啊 前面就有一些商店 然后感觉上 左边都是商店 然后右边都是cafe 那这里有cafe Woo Yishikai 哇 哇 Nice 这个是one star的 这个 哇 2023年one star 2024年还没有办 可能吃一些 很多的那些手工艺品啊 小小的 这里又是多了一间cafe 哇 全部都很有feel 很有年代感 所以这间是你的店 对 所以基本上这间是一间cafe 还是bar 咖啡馆 咖啡馆 哇 很有感觉 好好好 叫什么店名 Summer summer 就是一样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这里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喜欢收一些这些旧物 旧物 你自己本身喜欢那种Vintage 那种古董 我都喜欢收这些东西 所以开了咖啡馆也放的 所以这里的招牌是什么 我们卖的越南咖啡 越南咖啡 为什么会有越南咖啡 因为我们都卖咖啡啊 所以你就要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开了多久了 刚刚开了南洋咖啡 那我第一间是卖的brew咖啡 也是你的 对对对 朋友啊 所以你在这里做了多久了 应该两年吧 两年了 哇这样OK不错 声音应该还不错 OK啊这里 哇 哇 哇 这是武器了 大哥打 这是武器了 蛤 蛤 老师 哇 很有feel 蛤 哇 Ticket One way ticket 我们以前也是用这个 这个我以前家里也有了 人还记得这个跳表 这个以前家里有 还可以再开 还可以再开 不要冲 这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地方啊 他都是应该都是收那些 一些人家丢弃的一些旧的窗啊 窗的那些花啦 窗铁花啦 家具啦等等等等 然后再把它拼凑起来 但是乱中有序 然后而且呢是感觉是那种不完美而完美 非常棒的设计 但是当然你要加上自己也要一点艺术细胞啦 冰成人就是热情 谢谢你 这个是什么茶吗 哈喽 你们都是冰成人吗 哦 看 哇 因为你去那边 哦 barbershop以前是这样的啊 donut的 不懂 我也是第一次看过 我没有看过 哇 这是谁来的 你认识吗 黑椒唱片 这个8inch 这感觉就有点像是一个艺术村 你知道吗 艺术巷口 这感觉就是好像给人家 有一点像是一个文化 文化区域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文化的东西 或者你自己本身很喜欢 就是做一些手工艺啊 或者是 类似咖啡馆 类似那种手冲咖啡店很流行啊 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就可以来这里说 either来这里开店 不然就来这里逛 这里就是卖一些比较传统的 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些服饰 这是手工艺啦 你看很多都是手工艺的东西 你看很多都是手工艺的东西 哦 它的Haw是这样子 这里Haw1,2,3 这样 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拍大脚印的时候 有来过这边拍 那个姓氏桥 然后它就是 每一个桥呢 进去都是有不同的姓氏 然后这里好像有十几户 十几个姓 然后 你走进去好像那个 你看姓林的 他们就是姓林桥 然后你走进去 你只要讲谁姓林的 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是姓林的 所以它就是蛮有趣的啦 所以如果你们来到槟城也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曹仁居逛一下 现在我们走到的就是那个姓林桥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房子建在那个海上的 姓林桥 哈啰,你是Mr. Lim吗? 我不是 你不是Mr. Lim OK 哈啰,你是Mr. Lim吗? 我是 你是吗? 蛤? 你是姓林的吗? 没有姓林的吗? 没有,我只是问一下 要确定是不是都是姓林的 对 对哦 你好 这边是 姓林桥 姓林桥 刚是不是姓林我教你 看那个屋子上面就知道 只要是西河 西河是哪里? 西河就是我们姓林的放西河 是福建人还是曹州人 不管什么人的 你看西河就是姓林 好像姓王就是江夏 怎么样 因为你不是自己的屋子不能放这个的 不是那个姓氏就不可以放 人家不给你放 人家屋子哪来给你放 对 一定要是姓氏的才可以 姓氏 对 我姓杨的是 姓杨的是叫什么 我忘记了 红农 红农 我是红农 这个是我们 传统 华人的传统 是 你要看这个屋子 是不是你一家 看那屋子就知道 自己一家才能放这个姓的 姓陈日 是涌春 涌春 涌春 那个是姓李 是西隆 要知道了 要了解 好我一边走一边看 有没有全部都是西河 一定有 哇你看 confirm 全部姓陵 以前一定要姓陵 因为以前 好像跳飞机 你都不买 你姓什么 姓陵来这边 姓周 姓周来这边 跳飞机 这个条 全世界一条 你们要拍这个 我一直抓全世界的人 打卡的这个 姓陵 对我刚才看到 刚才我们拍了 姓陵桥 证明你来过冰城 姓陵桥 好的 可是你的朋友跟你讲 你看到冰城 你拿来看哪里 他没有拍就是 就不是啊 不是 证明没有 哇 是证明的 你看 百多年了 真的 你看 人情味 这就是人情味 百多年 你只要讲 开头一句东西而已 他们就可以聊起来 这就是kampong spirit 你看 你看有记载 我是第三代 第三代 今年几岁了 你大哥 你看几岁 应该六十几 六十五 六十五 你看我猜的对 你猜我几岁 三十多四十岁 三十多四十岁 你看厉害大姐 差不多 我四十六 这里有写的 我们世界 诶 金门 历史的 金门及厦门 这个是中情的 新宁的中情的 他们要回去这里 以历史什么分的 他们要回去 要回去这间 再刷套 汕头 这边全部是福建 福建 全部福建 厦门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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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福建的 汕头灵士 好 好 谢谢你的分享 中国拿来的 谢谢你的分享 大姐 OK 我们去走走看看 谢谢 你是嫁给姓琳的 对 你住哪里 你住哪里 这间就是你家 对 很好啊 很有感觉 谢谢你 拜拜 这个是他们的大路 然后每一个大路之间就有一个小路 小路就可以通往别人的家 就是再深入一点的家 看这里就是 Sea View 那边的就是 Elly View City View 深蒙火海的海鲜 哇 Lailuha 这个应该是卖海鲜 不要掉下去 哇 这里是拜拜的 他们的先祖庙 哇 这间 肯定是这里的最best view的家 因为它直接 面向大海 哇 这间是豪宅 1A 这个岛 不是岛 就是这个 这个杏林桥 的最后一间 也是最好的view 厉害 厉害 要养螃蟹 那这是龙虾 还是螃蟹 哇 这里的view不错 你看那边 那边就是其他的杏丝 可能那个是新洲 新洲 桥 各位我终于来到了信阳桥来寻根 没有啦也没有寻根啦 只是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有很多好几个姓氏啦 然后很高兴 信阳的也有一条桥 所以就顺便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林大哥有讲 他讲要走进去里面一点点 他跟就是 信林桥 信周桥这样有一点不一样 他是要比较走到里面去才可以去到那个桥 应该是他讲的啦 在前面这样 而且每一条桥我发现啊 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刚才我们有经过看到那个 但是没有拍来 但是我自己经过有看到啦 就是那个 姓什么啦 是姓李 李的他就有一个一个 他们做了一个一个好像那个拱 然后那边写着姓李桥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还有那个过年去那边拍 过年MV的feeling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就是 哇 感觉就是很 很queen 很chill 真的是好像 感觉大家都在午休的感觉 信阳桥 来看一下 基本上两边都是房子的 他没有那种小弄可以这样走进去 小巷可以走进去 他基本上都是 有了有一个小巷 我们先走到尾了 看一下 喂 这种小巷 其实还蛮长的 这个桥也是 也是蛮长的 前面就应该是尽头了 没有啊 前面还可以再直直走到外面去 没有啊 哇 哇 什么东西跳进去水里面 嗯 哦 哇 那个椰子掉下来 哦 哦 哦 no fishing 哇 其实这个地方还蛮美的 哇 感觉不错耶 你看走 突然让我感觉哦 新典电影有没有 就是那个周星驰的龙的传人 哇 哦 nice 一百年 这个姓杨桥 所以你住这里多久了 啊 我60年了 60年 你60岁 在这边 在这边 已经住了60年 哦 外面看起来小小的 其实内有乾坤的 其实里面那个范围蛮大的 所以前面是客厅 这边是什么地方 客厅 这里也是客厅 后面啦 后面是客厅 所以前面那个算是 啊 一个小厅 然后这里是那个主厅 然后后面呢 主了 这是厨房 这里就是厨房 厨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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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房间哦 啊 这房间 总共几个房间 啊 四个 四个房间 后面还有东西啊 后面还有东西 后面没有 后院看风景 哦 后院看风景 哦 哇 也不错耶 哇 所以每一间家自己 都有自己的view啊 这边视频部睡大了 哈哈 随命部 最大了 最大的随命 我小的时候 嗯 下去哦 下去游到那边 哇 姓李桥 这么厉害哦 对面那边就是姓李 姓李桥 那间呢 这间呢 这边是什么姓也有 哦就是那个杂姓 对嘛 他们叫做姓杂对不对 就是 还有 李 姓陈 陈要姓周 嗯 就要姓陈 然后咧 然后咧 就没有了 这边六个 哦 只是六个耶 不是十多个啊 没有 只有六个而已 再加上如果之前有那个姓贵的话 就是七个 七个 现在只剩下六个 六个 我印象中还以为十多个耶 原来只有六个而已 哇 所以现在姓杨的这里 总共有多少户人家 啊 二十 剩下二十户人家而已啊 啊 这边二十啊 全盛时期的最多人的时候呢 最多人是 那门可以关系还是 没有 可以关系 没有我是说姓杨而已 姓杨而已 姓杨啊 最早期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啊 二十四间 最多也只是二十四而已 啊 二十四 哦 哇 谢谢你给我们参观 所以有几间房间 一间 两间 三间 四间 五间 五间房啊 是吗 这边是给孩子玩的 哦 所以你总共有几个孩子 哇 我一个大了 哦 一个孩子啊 一个 所以你的孩子都 还住在这里吗 啊 还有我的大哥 哦 所以你的孩子没有住这里 出去外面做工 啊 出去外面做工 啊 没有住这里了啦 过年才回来啦 哇 好明白 谢谢你给我参观 谢谢 谢谢 这个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的 当地人说 这间是隐藏在这里的一间小咖啡店 然后里面有卖很好吃的 也就是他们的冰层虾面 也就是他们的冰层虾面 我们去check it out Let's go 哈啰 啊 虾面 这边 这边 OK谢谢你 我要吃哈啰米 OK OK 怎么样 你要加料吗 用排骨 混腸 猪皮 我要normal的 大小的 小的 你呢 一样 两碗 猪肠粉 哦 还有猪肠粉 也是好吃 OK 等一下我才去叫猪肠粉 OK OK 我先做给你们 你在这里卖多久了 我在这里啊 应该有七八年了 哦 才刚开始不久了 算 不是讲做二三十年那种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的 哦 但是真正卖这个虾面多久了 虾面应该 蛮久了 应该是 整 差不多七八年里面 这样九年这样子了 哦 之前不是在这个地方 不是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是我当地的朋友 介绍我来这里 因为我很好奇啊 为什么你们叫做 我也不晓得 因为从小就叫 它是虾面咯的嘛 虾面咯 虾面咯 福建人煮的虾面 就是虾面 应该之前 应该是福建人开始的啦 应该是啦 你自己本身是虾面人吗 你自己本身是虾面人吗 我是虾面人 哈哈哈 没有 因为新加坡的虾面啊 我们虾面蜜咯 是指的是那个炒虾面 哦 我们是炒一个 白色汁的 然后是 米粉面 但是我们的黑米汤 是黑米汤 所以我们不一样的叫法 哦 那个应该是之前拍的 哦 嗯 有啦 我拍过很多次的节目 哦 这个是我自己的 在我的那个 Instagram啊 Facebook啊 那我讲 我要是怎样看到 诶 等一下我给你那个 那个 我的account ok ok 好 89年前了 这样子 其实我也忘记了 几年了 嗯 我自己开始是自己 开咖啡店 开店的 这样子 我又有做爱玉冰 我的拉萨是 我有配那个虾饼 哦 这样子的 之前我开始是这样子的 然后来采餐进去 因为 火锅米是我少少做的 哦 然后他教我了 我又加多一样咯 嗯 这样子咯 那现在就是专做黑米了 因为COVID嘛 之前火锅米是我唐姐帮我看的 我煮了他帮我买啦 这样子咯 然后后来他没有做了嘛 所以COVID嘛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只好放弃 那个 那个拉萨 我暂时先做 好 这样子咯 咖啡店呢 咖啡店我关了 没有做了啦 没有做了 就专注做这个了 没有做很多年了 但这个咖啡店很有特色哦 对啊 印度人的 印度人 哦 之前是他爸爸妈妈做 现在换孩子 爸爸妈妈去世了嘛 你看他的儿子 这样子咯 这样子咯 很特别哦 印度人开的咖啡店 反而是华人的餐位 对对 他这么多数都是华人 哇 这个是 这个不是少有 这个真的是没有耶 在新加坡完全没有可能 马来西亚我觉得更不可能 有有有 有咩 Binang啦 Johor肯定没有啦 应该没有啦 我没有听过 哇很特别啊 来 来 这个汤要熬多久 这个汤如果 这个是我在家里先熬 知道的吗 那个要三四个小时 哇 哇 那个汤很红哦 辣椒 辣椒要加不加都OK啦 放旁边啦 这个是外面的 它里面有辣椒了 已经有了的 哦 它的分量不是很大 因为我叫小的啦 然后这个小的一碗是六块半 然后有米粉面 然后有蛋 片 然后有一些猪肉片 然后还有 OK Binang Laksa的 不是Binang Laksa Binang蝦面 它们的所谓的Hokkemi呢 就是特别就在 它们的蝦都是用这种小小枝的 我们的都是用比较大枝的蝦 它们都是用小蝦 这个就是它们的特色啦 然后加一点这个Gang Kong OK 现在试一下汤头 我觉得汤头就是那个灵魂了 嗯 好喝 偏甜 咸 带点辣 然后 那个蝦的鲜味 很浓郁 嗯 嗯 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汤 然后而且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这个环境 在这里用餐呢 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因为你看它后面 是一个后巷来的 然后是住家的一个后巷 然后来到这边突然间 一间小小的咖啡店 然后这个咖啡店呢 如果你是经过啊 你就看不到了 而且最特别的是 这个咖啡店的老板是印度人 刚才我经过的时候 他跟我 Hello 你好 我会讲华语的 这个咖啡店 这边的最好吃就是鱼 这边的最好吃就是鱼 这边的鱼 还有鱼 现在我们在 Chuler Street 的这个小吃街 然后 这里有很多大牌 就是著名的大牌当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点东西吃 然后刚好现在又 雨刚停了 刚才又下很大雨 所以我们算是蛮幸福的 希望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 看 Let's go 冰城炒果条争霸赛 拿第二名 哇 去找第一名 没有啦 这里应该 第一名应该不在这边 不要紧 第二名也不错 通常都是这样 比赛都是第二名 可以活比较久 第一名很快就不剪了 因为每个人要把第一名给干掉 那啦 开玩笑 哈喽 我要 我要一个炒果条 好 有分大小的吗 有 给你看 给我一个 大的咯 大的 鸡蛋 鸭蛋 辣椒 辣椒可以放旁边吗 好 先吃这个味道 ok啦 这样就听你的啦 好 这里吃啊 那老板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觉得 要炒一盘好吃的 比嫩炒果条要怎样 哦 要用心炒咯 除了用心以外 应该味道要是怎样 应该味道是要咸一点 要有咸 要有辣椒香 和那个蒜 蒜泥 这样配合起来 全部都要配合啦 那鸡蛋跟鸭蛋有什么差别 它的差别是鸡蛋的差别 它的味道是有一 就是普通味道咯 鸭蛋就比较香 这样 更加添加它的香气 ok 那祸器重要吗 祸器当然是最重要啊 祸器当然是最重要 祸器当然是最重要 因为你刚才没有讲 所以我还以为不重要 重要重要重要 ok好麻烦你啊 好谢谢 好谢谢 这什么好吃啊这边 雲吞面 我知道 还有呢 这有卖阿邦吗 这有卖阿邦吗 蛤 哎呀 好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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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我要一个火箭小的 辣椒好吃还是没有辣椒好吃 另外的,这样OK,那就不要辣 中文字幕——YK 我听说你的碗炭米是这条街很有名的,是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但是我听很多人讲你是这里最有名的 差不多了 哈哈 两盘啊,一个干的,一个要辣一个不要辣 一个辣一个不要辣 一个辣一个不要辣 你在这里卖了多少年啊? 40多年 40多年啊?这样不是比我还要大? 所以你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爸爸 爸爸做了多少年? 妈妈 妈妈 妈妈做了多少年? 做了三十多年啊 妈妈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 再交给你四十多年? 他做了而已,做了吗? 所以总共四十多年啊? 可以 OK,好 你觉得你的云吞面特别在哪里? 这个比啊,他自比要... 要超大半一口啊? 蛤? 去咬炸 去咬炸,哦 去咬炸 对 还有呢? 你的那些酱油是自己调的吗? 对 然后面是自己擀的吗? 对,面是人家的 工厂的 工厂的啦? 对 所以就是根据你要的口感去做那个面? 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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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那些云吞啊 都是 馅比较少的 但是他这个馅很多耶 蛮饱满的 怎样看得出你看 除了我吃得出以外 另外就是 他的皮啊你看 只是剩这样一点点在外面而已 肉在外面 通常如果是馅很少 他的皮就会很多了 所以呢 他的料真的蛮多的 叉烧也OK 最重要是他的那个姜料 刚刚老板有讲他的猪油渣是 那不是猪油渣 他的那个猪油啊 很重要 所以真的在吃的时候 他那个姜油 猪油 混合起来的那个香味 哇非常棒 没有介绍错 好 现在再试一下这个 火煎 这个虽然没有 没有人推荐了 我猜一下 很烫 嗯 也不错 第二名的炒果条 在2023年的时候 冰城炒果条爭霸赛第二名 用心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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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蜜香 古早味 然后他这里 是用菇菜的 韭菜 然后还有 只是用果条 然后有三尾虾 而且要虾都是非非的 我通常吃炒果条 都是没有放辣椒的 但老板最近说 要加一点点辣椒 才会有那个 辣椒的香气 嗯 味道不错 可以order可以order